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来说 上一期呢我们说的是角色 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说说武器 最近呢也是有很多萌新私信跟我说啊 说啊李秘密我没有适合的武器怎么办 新手到底该培养什么武器啊 我什么都不懂怕浪费资源 又不敢乱培养武器 不培养吧还打不过怪啊 好纠结呀 这里李秘密要说的是呢 三星武器你千万别乱强化 如果你把三星武器都给强化了 看完视频哭晕了的小伙伴别怪我呀 其实在武器里面啊有三星四星里面 有很多适合角色范围特别广的武器啊 本期李秘密就带你们了解这些培养不会亏的武器 像三星武器 讨龙鹰集团 黑鹰枪 黎明神剑等等这些三星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些呢算是固定角色使用的三星武器 这些武器呢对其他角色适用的范围并不是很广泛 但是这些武器你千万不要强化 把它锁起来 没准哪一天你就有需要这三星武器的角色了 好了我们直接来说四星的武器吧 这个大约卡呢就是技型这里三十级送你的武器 这里面有几把非常不错的武器啊 可以让你的角色度过一个稳定的新手期 后期就算没有五星角色 这些武器也可以让你用很久很久了 首先是这里面的黑键 它的输出非常的稳定 角色的面板使用这把武器非常的好堆 优点呢就是稳定 缺点呢也是稳定 为什么说缺点也是稳定呢 这把武器呢没有较高的输出上限呢 如果在前期你的单手剑角色拥有这把武器 可以让你横扫大世界 直接拉到七十到八十几 如果到了后期你实在没有新武器 再考虑是否把这把武器提升到九十几 下一个就是大约卡里面的决斗之枪了 这把武器呢输出的表现是极其的不错 我认为这是大约卡里最好的武器了 任何长枪角色都可以用 如果你有这把武器可以直接拉满 这把武器给作为-C的相邻使用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呀 约卡里面还有一把武器叫赤骨剑 这把武器虽然热度非常高啊 但是李秘密不怎么推荐这把武器 除非你有钟离 或者把这把武器直接给女仆来使用 这把武器如果你没有护盾角色 武器的被动根本叠不起来呀 但是也有人喜欢这把武器 被誉为五星以下最强的双手剑 这个呢就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李秘密还是觉得呢 如果你没有钟离 或者不给女仆拿来用 你还是直接pass掉这把武器吧 下面说说大约卡里面的法器 侠礼日月 法器类输出其实都可以用 如果你正在培养法器类角色 恰巧呢 他们又没有适合的武器 可以直接把这个侠礼日月收入囊中 绝对不会亏呀 好了 我们接下来说说其他的武器 纪理剑 如果你有这把单手剑呢 直接拉到80到90几即可 行秋 七七 班尼特 琴等等这些角色都可以用啊 你把这把武器养起来 绝对不会亏 总会有人用的 再来说说法器 流浪乐章 很全面的一个法器 它拥有独特的武器被动 让战斗时呢 多了一丝赌博的那种快感呢 培养起来 给任何输出辅助角色 都不会亏 如果你有法器类角色呢 且正好没有适合的武器 直接拉到80到90级 就可以了 攻系类的武器呢 都比较局限 这里没有太广泛的角色 使用范围武器 攻系的武器 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了 好了以上就是怎么培养都不会亏的四星武器介绍 想跟李秘密一起玩原神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李秘密 索要我的微信号 加我好友 我会一一 拉你们进群的 我们下期 再见 嗨嗨 嗨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